三零五的同學 大家好 六月是一個舊生活的結束 也是一個嶄新生活的開始 希望各位同學能夠勇敢地面對新的挑戰 像蝴蝶一樣 對變一個美麗的人生 請進吧 恭喜你們終於走過這一段辛苦 然後又參加著快樂的生產生活的例子 希望未來不管你們是成功也好受挫也好 記得回想一下你們這一段打完補修時間 然後還在籃球場上有你的例子 然後心情不好的需要跟同學在校園裡面 進入一間散步的例子 還有在南部沙灘上 留下的那一些追浪的東西 然後還有很多晚會的時候 你們創造的那一些感受 有很多晚會的餐廳也好 然後最後心情不好的時候 可以想想你們在教室裡面高喊外勢 還有安心比較富裕的這些美食 那從最後就是祝福祝福你們 希望你們帶上祝福的翅膀 然後帶上更美好的未來 創造你們自己的歷史 307的孩子們 今後你們即將離開大同 將是你們展現你們的能量的時候 不過不要忘了在大同 還有一堆關心你們的老師 所以歡迎你們隨時回到學校來 要休息 要再次補充能量 我們這次歡迎你們 好 各位同學 高中飛久待之地 然後老師很高興可以趕快把你們送出去 為什麼呢 因為在台灣人生從大學才開始 所以我要趕快把你們送出去 希望你們像候鳥一樣 飛得很高很遠 但是中間一定會有很多的波折 很多的空浪 那沒有關係 你們只要常記得 想起高中有一段日子裡面 有一些很善良的老師 很善良的同學 跟你們曾經走過三年 這樣就夠了 OK 好 拜拜 我以為你包容 你讓靈魂轉動 用愛燃燒夜空 無可取代的你在我心目中 以為你讓生命感動 三一寧的大朋友們 老師常常看到同學們在辦慶生活動 深刻感受到三一寧這個大家庭 感情之融洽 大家都擁有甜蜜美好的回憶 老師幾乎沒什麼消遣 娛樂也沒什麼特別興趣 所以同學們都覺得 不是這個歐巴桑呢 很無趣 別有KK 所以三芸妮的女生們 結婚前啊 一定要好好享受單身生活 知道嗎 大家呢 有緣一起搭上龍城列車 追求幸福 現在呢 同學們為了開創人生 要先下車去別的地方 導致由衷的勉勵同學們 為了讓自己在職場上呢 有競爭力 一定要努力認真的充實自己 更重要的是 一定要懂得 自主 幸福 感恩 下車要到了 你們要下車了 再見 掰掰 保重 同學們 你們都要畢業了 我希望你們這 畢業之後 都能夠呢 成為大同的光榮 每個人都能夠鴻圖大早 術順利利的 得到人生所希望的目標 老師祝福你們 再見 保重 擺點 身體 白 Pat 長 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畢業是一個結束 也是一個開始 希望大家在另外一個開始 每個人都受獲非常豐富 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三一五的同學 老師跟你們相處了多少 大部分的同學都是三年 少部分是兩個 在這三年裡面 老師跟你們在一起的時候 常盡的雙尾苦辣 非常滋味 每每被你們氣得半死的時候 你們最後一家 對著老師跑下 讓我一笑結尾 就把我所有的環繞都拋開了 所以如果想到你們歐心德裡面 老師真的 對你們即將 離我而去 一一不捨 但是為了你們的前途 你們有漫長的路要走 所以還是要往你們推 希望你們往後的日子 要更懂事 那麼老師請在處 祝你們 恆成萬里 後未有期 希望很短的時間裡面 能夠被看到你們 同學再見啦 拜拜 凡事沒有絕對 只要努力盡心 也是一種成就 所以 選擇所愛 是一個快樂的事 愛你的選擇 是一種幸福 祝福你們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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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到 手動畫